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核潜艇连续发射导弹这方面 俄罗斯称第二就没有其他国家敢称第一 那究竟俄罗斯在这个方面厉害到什么地步呢 曾经为了展示武力以震慑老对手美国 也为了和英美争夺北极地区的利益 俄军派出两艘战略核潜艇前往北极海域 执行潜射导弹 骑射试验任务 早在1991年8月6号 苏联还未解体 新莫斯科夫斯克号战略核潜艇就执行代号 河马证物的骑射证物 这艘核潜艇搭载了16枚洲际导弹 射程8300公里 每枚导弹携带4枚分导式核弹头 此次行动在3分钟内完成了一轮连射 每枚导弹间隔不到10秒 由于导弹威力太强 所以只有第一枚和最后一枚按计划落点爆炸 其他的导弹都在空中被引爆 最新16枚导弹全部爆炸 威力几乎等同于二战期间所使用的所有弹药总和 这次发射行动具备了超高难度和超强的威力 所以又被称为是末日骑射 三分钟内 俄军完成了一轮末日骑射 似乎很简单 但是看看美国就知道其实很难 今年4月 美海军进行了三叉级导弹连射试验 据美军内部人透视 这次试验就是一个灾难 真正命中目标的只有一枚导弹 第三枚导弹爆炸后的碎片还差点打中了潜艇 而短短时间内进行导弹连射 可大幅度的削弱敌军反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 这对拥有战略核潜艇的国家来说 都是彼星之路 希望我国早日能够掌握这个技术